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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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们再一次来讲到美满婚姻 这次我们要讲的 原来美满的婚姻是人生的福分 你要不要有福气 有什么秘诀呢 美满婚姻是人生的福分 那我们来看看 世界上很聪明的 这位大家认为最聪明的所罗门王 他怎么样说呢 他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 所得的分 哇 原来这个是你的福分 什么意思 其他东西都是虚空的 都会过去的 但是有一件是你的福分 是跟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有谁不要 我们结婚 就是因为 还没有结婚之前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很快乐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结婚 因为你想说 我以后所有的日子都是这么快乐 那多好啊 原来这也是上帝要给我们的 是他愿意给我们的福分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来建造我们的婚姻 让你呢 让你呢 可以跟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当然 相反过来也是一样 跟你所爱的丈夫 快活度日 快活 快活 爱 两个很重要的字 你必须要爱 你才会快活 你如果不爱 你怎么会快活呢 跟一个你不爱的人在一起 当然不快活啦 但是如果你已经结了婚 不能换人哦 那你就要建造这个婚姻 建造这个婚姻 让它成为一个好的美好的婚姻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那更好 因为你还可以去选人哦 对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跟年轻人讲 我跟年轻人讲呢 我是讲说 还没有约会之前 你应该知道什么东西 他们很有兴趣听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已经结婚 你不能换人啊 你就去栽培 你现在已经有的 让你可以 给你所爱的 妻子 丈夫 快活的度日 这是你的福分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 是造着他的形象造我们 他造着自己的形象 造男造女 上帝的创造非常奇妙 就像十篇139篇所说的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 还没有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睛早已经看见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车上了 上帝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自己是读了一点科学 我读生物化学 所以当我越研究 越知道这个身体的时候 你不得不会讲 跟诗篇139篇一样 我称谢你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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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不懂 比如说遗传基因 我们现在还不懂了 我们在研究基因的时候 我们以为说把这些字母排出来 我们就懂了 怎么知道把字母排出来的时候 发现我们不懂了 所以要继续研究 研究的时候就发现 遗传基因不是单单 第一层字母 还有第二层管理层 还有第三层更高的管理层 所以可能你有听过 叫做Junk DNA 就是拉西的遗传基因 对不对 因为开头的时候 那些科学家很骄傲 你为什么都懂 这些的DNA 这些的核酸 不是叫身体制造蛋白质的 所以一定是没有用 一定是进化的过程 以前动物的时候 那些留下来的东西 所以叫做没有用 现在不敢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 我们在这个没有用 所谓没有用的遗传基因里头 发现原来是重要的 它是管理的 它是告诉你制造什么东西 造什么蛋白质 去什么地方 多少 是管理层 太奇妙 现在还不懂 还有很多东西不懂 所以当你越懂得科学的时候 你就越会说 我称赞你 太奇妙了 所以我们是这么奇妙被造的 这是为什么 你要继续研究 你要研究的是看科学的事实 不是看科学家讲的话 不是看科学家的意见 是看他真正找到什么东西 看见找到的东西 不是说他造出来的模型是什么 比如说 讲到我们 所谓中国的那老祖宗 北京猿人 你要问的是找到什么东西 不是他们说 这个小小的头盖呢 就变成你 不是这个 因为那个不是见到的 所以呢 当我们越知道真实的科学的时候 你会称赞上帝 这是上帝的创造 他的创造呢 耶和华上帝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也是奇妙的创造 从亚当身上一部分拿出来 改造一下 就变成女人 你知道上帝在创世纪 讲到造的东西的时候 有四个不同的字 只有一个字用一次 就是造下瓦的时候 这个字是什么呢 这个字是建筑师建房子用的字 你如果要建一个房子 为什么要请一个建筑师 来给你计划呢 你不是单单要一个方方之之的 因为你是要漂亮的 你是要有一些美感的 所以你请这个architect 这个建筑师来给你画 对不对 是 我猜想 上帝造女人 特别用这么一个造字呢 是因为他要造美丽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各位女人呢 我们是上帝的杰作 不要看不起自己 上帝造的是美的 所以如果人家告诉你 哇你真漂亮 你应该怎么回答 感谢上帝 他造的都漂亮 对不对 那个才是真的嘛 他造的都漂亮 是的 我们不需要假谦卑 说没有啦 没有啦 很难看啦 所以有个笑话 一个外交官 那他在跟人家握手啦 那他太太就站在旁边啦 所以不同的话语就有人传译 对不对 所以对方面那个人呢 就称赞他的太太漂亮 所以翻译的人就说 他说你的太太很漂亮 所以这个外交官就回答说 哪里哪里 那么翻译的人就翻译 会会 笑死人啦 当然这是文化的不同 我们讲回来了 每一个人都是漂亮 所以我们不需要 哪里哪里 我们不需要假谦卑 人家说你漂亮 你就保荣耀归给 那个造你的那一位 上帝造的都是漂亮的 事实是这样子 上帝造的万物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享受 我们的婚姻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上帝的创造多奇妙 有人问说 如果上帝用亚当的肋骨 造女人的亚当不是少一块吗 那今天男人 有没有少一块肋骨呢 没有 这里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 亚当如果少一块 他的儿子也不会少一块 因为亚当如果断了一只手 他的儿子也不会断一只手 对不对 因为不是在遗传基因上面的改变 不会传下去的 第二样 肋骨很特别 今天的肋骨 男的女的都是一样 断了会自己长出来 抽掉会自己生出来 哇奇妙吧 你说哇 写圣经的为什么这么聪明啊 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会知道 是肋骨会自己生出来啊 不是手骨啊 不是头骨啊 就是这么奇妙 因为上帝是造人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 当然是真的啦 所以男的没有少一块 而且呢 这一块拿出来之后 上帝在加工 造的女人 多可爱 所以无论你是男的 是女的 上帝造作自己的形象造 带女人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然后上帝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以细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人要离开父母 是你要结婚 你要成熟 你要独立 你经济啦 感情啦 你的思想都要独立 对 另外一样 我们现在也要学的 父母亲 亚当笑娃 是变成父母 对不对 他们没有父母 他们会变成父母亲的 所以当这句话讲的时候呢 亚当笑娃 还没有孩子 但是他们将来会做父母亲 所以做父母的人呢 要做预备 你的孩子将来会离开你的 有没有这个预备啊 或是 这个我的儿子啊 我抓住他啊 女儿可以嫁出去 儿子不可以出去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这就造成很多婚姻的问题啦 因为父母亲 也要预备 父母亲要祝福他的孩子 从小就要教他们 你们希望你们可以结婚 所以你们要读书 要可以独立 我要教你做决定 你要从小知道 怎么样照做上帝的话 做对的决定 这是父母的责任啊 所以当儿女结婚的时候 放手 我的小儿子还没有结婚 之前呢 他有两个房间 他住的一个公寓 两个房间 所以他说 一个房间 我们去的时候就可以住 所以我很多我的东西 就放在他那里啦 他的车房 车库里头呢 有很多我的东西 但是我告诉他说 你一结婚 我就搬走 感谢主 他结果31岁结婚了 那么他一结婚 我就搬走 是的 当然他不需要讲话 他知道爸爸妈妈 本来是怎么样想 他不需要说糟糕 那么现在结婚 我们只有两个房间 那么 哪里有地方给爸爸妈妈呢 他不需要这样思考 因为我们早已经跟他讲了 你一结婚 我就搬走 多舒服啊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生活 他一结婚之后 我也不吵他 我电话也少打 为什么 因为让他们自己 去先适应彼此 第一年结婚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吵他那么多 让他们两人 二人世界 去建立他们的新的家庭 这个家庭 就会是 人要离开父母 以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的家庭 照着上帝 所讲的话了 所以上帝 所配合的不可以分开 对不对 所以我的小儿子 结婚的时候呢 他已经知道这些了 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呢 都已经预备 要一生到晚了 我很放心 因为我的媳妇 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两个人是同心 当我们想到 上帝创造的奇妙的时候呢 你会说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当我们想到 上帝所讲的话 在传道书所讲的 在你一生虚空的连日 上帝赐你的日光之下虚空 对 现在所做一切都是虚空 但是呢 我有一个福分 就是跟我的妻子 或是跟我的丈夫 可以快活的独日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这样子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很简单 你就回去上帝那里就是了 你就回去他的计划 他怎么样说 你就怎么做 当你照着上帝的话来做的时候 圣经怎么样允许呢 诗篇127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 诚实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比较他安然睡觉 各位 上帝多好 他是要保护我们的 我们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建 一个地震 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不倒 对不对 所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上帝掌管整个宇宙 掌管一切 掌管我的生命 掌管我的明天 有一次我到一个很特别的 银会讲 他们要我讲的是 对着一般癌症的病人讲 为什么他们请我去讲呢 因为我也有癌症 所以他觉得说 那么他们会比较了解 对不对 其中一个题目是 怎么样来应付 恐怕癌症复发 癌症会回来的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的 那这个恐惧 怎么样来应付呢 我告诉他们说 今天没有癌症的人 明天可不可能检查到癌症 当然可能啦 今天什么病都没有的人 明天可不可能死掉 也是可能啦 所以我告诉他说 你担心来做什么 你最重要是解决你永恒的问题 你知道你有永生 永恒的生命 其他不需要担心啦 你把自己交给上帝 所以那一次我给他们一个机会 你要吗 你要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吗 你要你告诉上帝 我要你啊 你来管理我的生命啊 你把这个永恒的生命给我 过去我照着自己的办法做人 我现在要跟从你啦 我的病会不会复发 无所谓啦 所以跟他们唱一首歌 这首歌是 因为他活着 因为主耶稣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为主耶稣活着 不再惧怕 因为我知道 谁掌管我的明天 生命充满着盼望 只因为主耶稣活着 原来英文呢 还更好 他说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生命值得我活的 因为主耶稣活着 这是我们盼望 你如果会唱的话 你也可以唱 因他活着 会唱吗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甚至到 谁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着盼望 只因他活着 好吗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主耶稣活着 不再惧怕 有没有病 不需要惧怕 因我深知道 谁掌管明天 生命值得我活 有一天 我就活的一天 有意义的 因为 耶稣基督活着 耶稣如果没有活着 生命是没有意义的 耶稣如果没有活着 我们就算活到200岁 有时死亡一条路而已 因此呢 耶稣的生命没有 愚昧的儿子 是父亲的祸患 妻子的争吵 好像与年年的滴露 所以不要争吵了 房屋钱财 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所赐的 我有贤惠的妻 是耶和华所赐的 这是我的盼望 我们每一对夫妻 成为好的夫妻 有美满的婚姻 我的盼望 我们每一个家庭 成为美好的家庭 全家都得到 这个永恒的生命 不论你活多久 你已经有把握 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将来你全家都可以一起 你的爱 是直到永恒的 这是我的盼望 你可以得到 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死 也为你死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爱世人 世界上所有的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叫一切 一切 每一个人 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一切包括我 也包括你 只要你说我要 我信 信就是 我听你的话的意思 耶稣你讲什么 我就做什么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只要你信 这个福气就是你的 然后当然 你听上帝的话的时候 你会建立一个 更美满的婚姻 因为他会告诉你 怎么样做 比如说你的爱的行动 你知道怎么样做了 是不是 比如说 夫妻的关系 你知道彼此怎么样适应 怎么样彼此来接拉 怎么样彼此来尊重 怎么样彼此来欣赏 你不会整天 这是批评 讲一个笑话 这个妻子 常常是他煮饭的 那么他听了之后 他就 他就说 是的 我丈夫也是常常 没有称赞我煮饭 只是嫌我 今天这个太嫌了 这个怎么样了 总是说不好的时候 就讲 丈夫也在听 所以我就跟我的听众说 诶 试试看 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 确实不同了 丈夫就称赞 他妻子煮的东西 哇 这个很好吃 结果呢 妻子就更知道怎么样煮 才是丈夫喜欢吃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学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去照着做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从上帝得 给我们的福分 爱 记得吗 恒久忍耐 有恩慈 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黄 不会自己 把自己放大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一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整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这个爱是永远长存的爱 你的爱怎么样表达 话语要讲 你要讲欣赏的话 你要讲肯定的话 你要有沟通 听对方的话 了解对方 行动 对方可能是 很喜欢你的行动的人 比如说 他喜欢你抱他 他喜欢你亲他 对不对 那你就照他喜欢的 这是他的语言 他觉得你亲他 就是爱他 所以这是他的语言 你就照他的语言 对吧 有的时候呢 他喜欢你 送一些小小东西给他 我们不需要过年过节 我们随时看见什么 小小的你说 他会喜欢的 我们就可以买小小东西 或是你可以自己写一篇名 一篇 一个片 一个卡片 很简单 就把你的 爱他的话写出来 有一次在教会 我们夫妻团契 我就是买了一些卡片 空白的 没有字的 我请他们每一个人写 写给他们的丈夫或是妻子 我欣赏你什么 所以如果你得到这种的卡片 你会觉得怎么样 是 有的时候对方 所了解的话语 是一个卡片 一个小小的礼物 比如说 你出差 回来的时候 你的妻子会看见 哎 你想到他呢 因为你有买一个小小的 他喜欢的东西给他 对不对 表示你在出差的时候 你有想到他 所以这个是他喜欢的语言 你去用他的语言告诉他 他喜欢你亲他 你就亲他 他喜欢你抱他 你就抱他 这是他的语言 还有我们的态度 听他讲话 听他讲话 不是 我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我也看报纸 也看电视 我也可以听你讲话 不是 你要专心听他讲话 电视关起来 报纸放下来 看着他 听他讲话 这个叫做听他讲话 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 我们对我们的丈夫或是妻子 是不是恩慈 是不是常常有好 好的心思 是不是有恩典 这是态度 是不是常常有温柔 这是态度 是不是常常有忍耐 或是很容易发脾气 态度 我们讲到三样 很简单 你要讲话 你要有行动 你的态度 要支持你的行动 跟你所讲的话 不同的人 他的语言不大一样 有的是看中你讲的话 有的是看中你的行动 有的是看中 你送他的小东西 有的是看中你的态度 但是这三样都要配合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像圣经所讲 享受这种 在日光之下 我们的福分 而且当你们两个人 都是属于耶稣的话 你这个爱 是永不止息 直到永远的 我的小儿子四岁的时候 我们吃饭的时候 爸爸在讲 耶稣再来的时候 最好我们六个人 手牵手 就飞到耶稣那里去 但是爸爸说 爸爸不能抱你去 因为你要自己 请耶稣做你的救主 才可以 小儿子说什么 当然要了 他说请耶稣做他的救主 是吗 所以我们带他做一个 短短的祷告 我现在也用这个 同样的祷告 跟我们一起祷告 好吗 请耶稣做我们 全家人的救主 一起来 亲爱的天父 我赞美你 主耶稣基督 我感谢你 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 降世成为人 因为你爱我 你为我的不理想的生命 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流宝血洗净我一些的不义 从死里复活 给我新生命 我要你 主耶稣 请你住在我心中 做我的救主 管理我的生命 请你赦免我 自作主当的罪 我现在要听从你了 请你给我你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给我真理的圣灵 带领我的道路 保护我 你有一个计划在我身上 我现在要听你 所以这个计划就可以实现 我就可以享受你 给我的爱 平安 喜乐 我愿意全家 都同样信靠你 我们全家就享受你 给我们 这个在世上的福分 而且这个爱 可以一直到永恒的 主耶稣 我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是的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耶稣很高兴 他在等着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一个美好的家庭 大家每一位 都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福分 美满的家庭 美满的婚姻 谢谢各位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的一条新康的道路 因为是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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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